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台 民眾開心聚集在 鷹哥區鳳鳴國中前 參加981線公車 嚴世鳳鳴地區的啟用典禮 透過新北市議員蘇宏青的積極爭取 以及新北市交通局的協調 讓人口不斷增長的鳳鳴地區 對外大眾運輸工具能更完善 長期以來就是公車的數量 非常的稀少 所以這一次才會說 跟市府爭取說 981線路到頂埔的捷運站 能不能從原本的鷹哥市區 延史到我們的鳳鳴地區這邊來 好 上車 981線公車 原本往來土城永寧捷運站 鷹哥火車站及三峽北大特區 受到三陰大橋改建的關係 連接三陰大橋動線受影響 因此該走三陰二橋 並納入地方居民建議延伸至鳳鳴地區 便利轉成捷運板南線 鷹哥區長周敬平表示 改善公車路線乃當務之急 方便民眾前往三峽 板橋土城及台北地區 未來期待捷運三一線建置完成 相信居民能有更便利的交通網絡 土城的捷運很快就會延伸到鷹哥來 那在這一段期間我們就用公車的能量 來補它的不足 相信未來整個捷運系統跟公車系統 越來越完善之後 我們的鳳鳴地區也好 我們鷹哥地區整個的交通系統 是相當完善的 嚴史鳳鳴公車路線是否需要再做出改善 符合民意需求 台北客運表示 預計進行三個月式營運 再和交通局做滾動式檢討 調整路線及站點 記者 劉安靜劉敏玄 鷹哥報導